过了一会儿 马书记抬起头看着我 开口说话 语气低沉而平缓 江峰 这稿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的 马书记 是我自己写的 我联邦回答 刘飞帮你修改了没有 没有 刘准说 他一个字也没有改动 马书记点燃了一颗烟 然后往椅子后背上一靠 嘴里喷出了一口青烟 吐出了两个字 可以 我靠 终于表态了 我松了一口气 不过没有说话 梅林站起来过来 对马书记说道 江峰一看就是很能干的小伙子 才来了一个月 写稿就能得到你的肯定 不容易啊 马书记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拿起了稿子在手里颠了颠 看着我说的 看来你跟柳月一个月没有白根啊 这文的语言和思路很有柳月的风格啊 马书记提及柳月 让我的心里很激动 比马书记夸我还高兴 我忙说的 我跟刘主任 刘主任都是言传身教 针针教导 刘主任都是亲自给我盖稿子 亲自给我指点写文的思路的 哈哈哈哈 柳月带兵是没得说呀 哦 报社最会带兵的主任 最敬业的记者 马书记跟着说了一句 哎 可惜啊 我很高兴马书记能表扬柳月 心里很是兴奋 很是激动 但是不明白马书记半截话里的 可惜是什么意思 这时我瞟了一眼梅灵 发现梅灵脸色冷了下来 眼神里充满了嫉妒 我的心一沉 马书记对我的稿子 给予了肯定 对柳月一个月的带兵工作 给予了赞扬 我心里很是舒畅 甚至有些受宠若惊 虽然梅灵的脸色不大好看 但我已经顾不上 马书记最后在稿件 发稿签上签了字 将稿子交给我 你直接给柳飞 让他送总编室就好了 按照报社发稿的流程 马书记签字直接发稿 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是好像报社 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我记得柳月和我说过 报社有三个正线级职位 书记 社长和总编辑 因为报社是市委直属单位 不属于政府序列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 马孝天市党委书记兼社长 还见着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自然是报社的老大 报社总编辑 叫张文远 一位五十岁左右 文志彬彬和蔼可亲的老报人 是二把手 我双手接过了稿件 站了起来 毕恭毕敬地和马书记告别 退出书记办公室 当山临走时 没有忘记 从梅林感谢地点了点头 梅林用欣赏的眼神看着我 稍微挤了一下眼睛 充满了轻微的挑动 我心里一跳 忙低眉顺眼地走了 将稿子拿回来后 我才发现没有再搞件标题 签上数作者的名字 于是我恭恭整整地 在作者内栏写上 本报记者 刘飞 江峰 我知道这是报社的规矩 不管稿子是不是他写的 只要是领导和你一起去了 一般是要把领导的名字数上 并且要守在自己的前面 这也体现了执笔者对于领导的尊重 当然了 在我跟柳月出去的时候 柳月写的稿子都会在后面挂上我的名字 而我写的稿子 柳月却每次都在修改完后 删除掉自己的名字 只保留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刘飞毕竟不是柳月 我觉得还是保险一点好 于是将作者名字写好后 才把稿件交给了刘飞 刘飞接过稿子看了看 突然冲我笑了 拿起笔将自己的名字 划了一个后置的符号 放在我的名字后面 便说道 江峰 稿子是你写的 你的名字 理应放在前面 我不能赚你的便宜啊 这是你的劳动成果 我也笑了 刘仁真谦虚啊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觉得刘飞做的是最正确 我的劳动成果 我的名字理应在前面 但是这个世界上 不合理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我也不能说 他这样做就对了 于是我只能说他谦虚 然后就是干笑 报社很多主任们 带着记者或者编辑 下去采访的时候 都是当兵的写稿 主任们喝酒收礼 然后回来 还得将名字 数在当兵的前面 但是咱们记者部 没有这规矩 刘主任带头不让这么做 这也是尊重大家的劳动 体现真实的个人水平 刘飞对我说 不过 刘主任 和老总出去的时候 写的稿子 都是将老总的名字 数在前面 这也是规矩 我觉得刘飞游的话 很实在 很实际 都是现实中的事情 不管对错 存在即合理 我心里又很欣慰 柳叶虽然离开了 但在记者部 处处都有柳叶的痕迹 处处都能看到 柳叶的存在的影子 而在我的心里 也实实地不忘柳叶的教诲 咱们记者部的记者 当初几乎都是 柳主任手把手带出来的 我当年来记者部 也是柳主任带出来的 刘飞笑呵呵的看着我 所以啊 可以说柳主任是我们的姐姐 也是我们的师父 我们都是师出同门 都是柳家班的 我一听乐了 很开心啊 柳家班 很好的比喻 我们都是柳家班的班员 柳叶呢 就是班主了吧 那你们都是学长 我是学弟 还得多向你们学习啊 我对刘飞说的 我看你也基本就是 这柳主任的关门弟子了吧 柳主任这一走啊 刘飞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 后面的话没有说 拿着稿子去了总编室 我有点莫名其妙 刘飞没说出来的后半截话 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 刘飞看我的那眼神 让我有点心跳啊 转眼到了周末 到了我要去省城 和柳月相会的日子 我从早上一起床 就处在激动和兴奋当中 打算中午去长途汽车站 上午十点的时候 我正打算要去车站呢 却突然接到了柳月的BB机信息 速和杨哥联系 就这么几个字 弄得我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杨哥的电话我有啊 办公室呢 办公室里很近 只有我和另一个女记者陈静 一个文静的女孩子 和我差不多大的样子 比我早一年来到报社 此刻她正在宁神服案写作 我看了看陈静 摸起了办公室的电话 拨通了杨哥的号码 喂 哪里 电话里传来了一声 沉稳而矜持的男中音 不微自言 我 杨哥 我是小江 我联盟说道 小江 杨哥好像有点没有回锅味呢 你是 我是江海日报社的江峰 杨哥 刘主任刚才让我给你打电话的 我估摸杨哥不一定记得我的名字 心里一阵的冷漏感 于是报了单位的名字 又不能说柳月的名字 沉静在一旁 就说了刘主任 在发音的时候 我还特地地把刘 说成了刘 哦 杨哥想起来了 态度一下子很热情 小表弟啊 江峰 对对对 小表弟的名字 不好意思啊 杨哥这脑子不好用了 你一定是在办公室打的电话吧 不敢叫柳月表姐 叫刘主任了 我被杨哥爽朗的笑声感染了 心中觉得热乎了起来 是啊杨哥 我在办公室的 好 二十分钟后到报社门口等我 我带车过去接你 杨哥爽快地说道 我愣了一下 杨哥 这 这是有什么事吗 小柳告诉我 你要去省保送稿子 我正好要去省委组织部办事情 他让我捎带你一起过去 杨哥和气而亲切地说道 我去接你 咱们路上吃午饭 一起去省城 好吗 我这才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这样 我不用坐公交车了 有专车了 杨哥的 柳月安排的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 柳月和杨哥一定经常保持联系 杨哥对我的热情 不是因为我是江峰 而是因为我是小表弟 柳月的小表弟 杨哥是因为柳月才对我好的 他是冲柳月来的 他一直在追柳月 追我的女人 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 没有柳月 我在杨哥眼里 也就是如同一粒草菊 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沮丧起来 心里很难受 充满了嫉妒 我觉得很窝囊 有一种无拙而渺小的感觉 然而我无法拒绝柳月安排 别无选择只能服从 我答应了杨哥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准备出去 临走时我看了一眼陈静 陈静察觉到了 抬起头来 冲我甜甜地一笑 然后继续递着头写稿子 我很是喜欢陈静的笑 和我的和秦儿的笑都是一样的 一看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 纯真的原生态的笑 我也冲陈静笑了笑 然后关门 下楼 来到保守门口 一会儿杨哥的车栏 一辆黑色的奥迪一版 车牌号回数是39 前面都是0 我记得柳月和我说过 怎么通过车牌号码 判断领导级别和类别 党委口的车尾号是单号 政府口的是双号 然后是人大政协的号码 一般书记是一号 市长是二号 然后按照级别意思雷推 除了带四的号码以外 市里如此 县里也是如此 但是最近市委这边的号码 有些变动 新来的市委书记年轻 不喜欢一号 喜欢七号 举七上八下之意 书记挂七号 空出来的一号车牌 没人敢用 就挂在市委车队的中巴上 上了杨哥的车 杨哥坐在副驾驶后面的座位 我坐在驾驶员的后面 和杨哥并排在后面 上车后 驾驶员发动车辆 边问杨哥 杨部长 中午饭在那里吃啊 平江 我已经和那边组织部的 张部长打过招呼了 直接去县委招待所吧 杨哥轻描淡写地说的 平江县 是江海市下属的一个边缘县 离江海市比较远 是到省城的比优之路 出了平江 就出了江海的辖区 江海到省城没有高速公路 开车要六个多小时 因此江海市职各单位 到省城办理公务 就形成了一个习惯 中途在平江县吃饭 对口接待 各找各的 坐在杨哥豪华的轿车里 我有些拘束 恨不得车轮飞起来 一下子就到省城 杨哥看了我一眼 脸上露出了和气的笑容 问我最近的工作怎么样啊 有没有什么困难等等的 我礼貌地回答了 心里其实一股对立的情绪 我知道 他对我的关心是基于纽约 我在江海日报上 经常看到你的署名文章 经常有大块头的稿子出来 有的还是头条 嗯 写得不错 文笔很是流畅 文采很好啊 杨哥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 昨天我看了报纸上 登的你写的那个 审计局王局长的人物专访 写得很有思想 很有深度 很有政治高度 看得出来啊 你是动了脑筋琢磨的 刚参加工作就有这样的成绩 不错啊 好好干啊 不要辜负了你表姐的一番苦心 看得出来啊 你表姐很关心你的 杨哥的鼓励 让我心情放松了一些 提到柳月 我心里又觉得很高兴 毕竟杨哥是一个 相当级别的领导 能如此对待我这种小卒子 要是其他人见了 不知道多羡慕 我觉得自己的虚荣心 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了 我连忙谦虚地说了一通 主要意思就是 自己还不够成熟 还需要不断地提高 自己的思想修养和理论水平 还需要更好的将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 做好结合文章 说自己离一个合格的党报记者 还差得很远呢 我这不是说的虚话 而是参加工作后的真实感受 学 然后知不足 在不断地实展学习中 或渐渐地领悟到 做一个党报记者 仅仅有写作的能力是不够的 必须要讲政治 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 要深入基层 多实践 不然不会写出真正有思想 有高度 有深度的新闻作品 听了我的话 严格赞许地点了点头 对 做党报记者 任何时候都要讲政治 党报 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一定要做好宣传引导作用 为党和政府做好参谋 党报记者的自身修养很重要 直接决定了这张报纸的档次和水平 你能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能有一个政治的觉悟 能有一个实践的意识 能有一个上进的信念 嗯 很好 我们组织部门 选拔年轻干部就需要这样的 我觉得杨哥的讲话很有水平 很有高度 对我的肯定也很有水准 但是我觉得杨哥说到选拔年轻干部的事情 离我很遥远 毕竟我刚参加工作 还没有转正呢 不过今天杨哥对我从思想和业务 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肯定 能得到视为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鼓励和赞扬 我是很受鼓舞啊 到了平江县委招待所 平江县委的一名副书记和组织部长 正在招待所的门口恭候着 我注意到和杨哥握手 他们都是伸出双手 腰稍微的一弯 脸上带着千功而灿烂的笑容 杨哥对他们很客气 又转身介绍我说 江海日报社的江记者 随同我一起去省城的 我沾了杨哥的光 两位县领导也是急忙热情地和我握手 连说道 欢迎欢迎啊 然后大家直接就去了餐厅吃饭了 进了单家 才发现房间里还有更大的官在等着呢 县委县政府的两位老大正在恭候着呢 见了杨哥 他们就像是见了老朋友一样亲手 县委书记伸手握着杨哥的手 哈哈笑着 哈哈哈哈 杨部长 想死我了 你今天总算是来我这里吃顿饭了啊 不容易啊 县长跟在县委书记的后面连连笑着点头 杨哥颇有风度地和他们说下了几句 又不忘介绍我说 江海日报的江记者 县委书记和县长也是笑容可惧地和我握手 县委书记随口说了一句 小伙子很年轻吗 这可是年轻的大手笔啊 厚生可谓写了不少重头稿啊 杨哥拉着我边坐下 边对他们说了 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 学生干部 党员 看得出来啊 杨哥是有意地在他们面前推我 县领导们是摸不清杨哥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见杨哥这么说我 自然也都是一阵的附和 纷纷表扬 不过那些附和在我听过来啊 就是明显地夸张和奉承了 平江县招待所的饭菜很丰盛 主人很热情 一再感谢市委领导 立临平江指导检查工作 杨哥连说客气 只是顺路打扰 谈不上检查指导 另外 吃饭便餐即可 不要这么铺扔 吃过饭 杨哥和我 与县委书记县长热情的握手告别 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 亲自带着一辆车 一直把我们送到了 平江县的静边界 然后大家挥手告别 哎 边界迎送 恶习难改啊 分手后 杨哥摇了摇头 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今天的过程让我很震撼 我第一次真正领教了 杨哥的地位和权威 大大的厉害 然后车子没有停 直奔省城而去 杨哥没有和我再交谈 靠在座位的后背闭目养神 我毫无倦意 心里充满了兴奋和冲动 虽然还在路上 我的心却早已经飞到了省城 飞到了柳月的身边 柳月 亲爱的月儿姐 我来了 还在坐 我来不想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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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想让你